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解放軍空軍的官方微博《空軍在線》 就以戰神出擊作為標題 發布了一條短片 這條短片的內容 就是以一些真實的畫面和電腦動畫拼湊而成 海外的多維新聞網指出 說在短片當中被攻的目標 就是美軍的關島軍事基地 至於今天 更加有些眼力的網民就發現 為何這條短片當中 所採用的電腦動畫片 會如此似曾相識 原來至少有三處地方 就是抄治美國電影 即是夠厲害了 這個宣傳片裡 竟然有些荷里活大片 那是哪三套呢? 包括有拆彈紅心 變形金剛狂派再起 以及石破天驚 果然真是夠創意 不過難免令人會有疑問 就是這條官方的宣傳短片 究竟宣傳的是老解 還是美軍的實力呢? 哈哈哈哈 好了 那就說回這條短片 當然也是宣傳老解的實力 因為這條片是說什麼呢? 主角就是轟6K 那轟6K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來說 就是它的作戰半徑 可以去到3500公里 作戰半徑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當一架飛機 從基地起飛 至到目標點 就可以飛足3500公里 因為它要反航 要來回 不是一去沒有回頭 所以一般計算最遠的飛行距離 就會看作戰半徑 聽起來轟6K已經是很駕駛堂 原來不是 在上世紀70年代 美國研發的B1B轟炸機 它的作戰半徑已經超過5500公里 人家已經超過你2000公里 這是上世紀70年代的產物 所以在軍事實力上 在軍事實力上 仍然真的差得很遠 而且人家B1B的飛行速度 是可以去到1500公里 每個小時 但是這個轟6K 大概就是超過1000公里 所以在速度上 又差這樣一點 更加不好說 在負載重量上 又是不及B1B 所以將轟6K和B1B 去做一個比較的時候 就會知道轟6K的性能 仍然跟B1B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除此之外 在實際操作方面又如何呢 當時多維新聞網就說 被轟的目標是關島基地 實際上能不能夠真的去到關島呢 這個都成疑問 就不是說他那個飛行距離去不到 他那個飛行距離 絕對可以飛得到過去 問題就是 當你飛去之前 你是要突破了第一島鏈 當你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軍事目的的時候 美國會不會就此放生 他都會進行攔截 所以你們實際操作上 一定是要考慮這些事情 當時你這個短片 當然是拍到非常厲害 這只是拍片而已 但是在實際操作上 就要先突破第一島鏈 只是這樣已經是相當困難了 除此之外 關島這個問題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有類似的消息傳出 在2017年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曾經報稱 說中國已經進行了多次 針對關島的無耳轟炸訓練 所以早在三年前 美軍已經有類似的說法 所以就算在這條短片當中 被轟的目標真是關島基地也好 一點都不出奇 而且都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但是說來講去 其實都是要回歸的原點 就是在實際操作上 究竟能不能夠真的 好像這條短片裡面 所採用的電腦動畫 飛到這麼近 然後這麼精準來打擊 其實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 叫什麼 就是巡航導彈 在千多公里以外 按個按鈕 就已經可以很精準地打到目標 當然這個世界也有另一樣東西 叫做攔截系統 所以從這些短片當中 能不能夠反映得到實際的作戰能力 我是很有疑問的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 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蓋茨 他近來接受了彭博的專訪 他到底講些什麼 他主要講兩件事 第一 就是講美中的脫歐問題 第二 就是特朗普對於華為實施了的 芯片禁令 好了 他首先暢淡美中脫歐 他說目前美中關係 已經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他仍然堅定地認為 中美雙方應該能夠找到一個雙贏的辦法 比如說 在氣候變遷問題上共同努力 又或者在醫療問題上共同協助 他說他很討厭聽到有些人 經常討論中美完全脫歐 他認為這是雙輸的局面 記者馬上趕回頭 別人怎麼說呢 他說 你Bill Gates一直都是中美關係的忠實擁 甚至還主張美國和中國應該互相依賴 就著你目前所看到的情況來說 你願不願意改變這些想法呢 Bill Gates一下就回去了 他說 他所說的不是中美互相依賴 而是中美應該建立互相獲利的關係 好像說 美國對中國出售一些飛機引擎 娛樂服務 就可以創造出一些高新的就業機會 原本都想賣賣一些昂貴的芯片 現在卻賣不到 他說這些說話 問題就是當你要互惠互利的時候 就一定要建基於一種公平的貿易關係 比如說 大家都是加入了一個世貿組織的時候 當有些國家他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 承諾了有很多東西 那時候托塔也答應 但是經歷了這麼多年以來 似乎還有很多範疇未能夠兌現得到 當然 你Bill Gates那家微軟能夠打進大陸市場 對於你來說 當然就是賺到盆滿撥滿 關人什麼事 但是有很多美國企業其實是進不了 那些怎樣計算呢 還有他就說到 說中美的互惠互利是能夠為美國創造出很多高新的就業機會 但是 特朗普的說法就不是這麼說 他說 基於一種不公平的情況下 就使得美國在流失一些就業機會 究竟哪一個說法才是真 大家把所有數據都拿出來比拼一下 對嗎 你說創造到高新的就業機會 你到底有沒有一個客觀的證據 有沒有一些客觀的數據 還是純粹你自己吹出來 還是你能夠進入到市場 賺到盆滿撥滿 所以你那家企業能夠創造很多高新的就業機會 其他那些進入不到市場 怎麼計算呢 是不是 好了 最後這個Bill Gates還說到 說針對大陸那些企業的 芯片的禁令 就會迫使大陸能夠自己去生產芯片 意味著 中國將會是能夠完全這樣自給自足 他還反問 難道這樣做是對美國比較有利嗎 我真是對於他這句說法不敢苟同 當你對於一些企業實施禁令的時候 你本身美國的科研不是站在那裡 不是歸套賽跑 你等別人追上來 而且科技的發展是無窮無盡 不是說已經去到一個盡頭 不再發展得到 你不斷投入資金去搞的時候 你自己不斷前進 他有時間去追 現在說大陸能夠自主生產的芯片 是40Nm那麼大 但是台積電已經開始研發到3Nm 當中科技的距離是相差10年 那怎麼追 你怎麼會說 這個禁令就會使得他自給自足 就算他真的搞什麼經濟內循環 自給自足 他那個自給自足 都不像你的科技水平這樣 如果有一個禁令就會使得他自給自足 那朝鮮也自給自足 伊朗也自給自足 豈不是這兩個國家已經成為了一個科技大國 這些說不通 這些事情是 為甚麼Bill Gates走到今時今日 現在好像走光月響 完全不知說什麼 即是他暢淡中美脫歐 我都覺得是這些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大家各自去表達意見 無所謂的 但是他說到 禁令就會使得他自給自足 大哥 說話都要有些邏輯 這個人真的很失望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